為了促進臺媒產業合作 經濟部王美花次長 率領投資業務處 招商投資服務中心 工業局集資測會 還有工業研究院等單位 組成了2017年 經濟部美洲招商團 到北加州地區 進行為期三天的招商 參訪行程 並在矽谷舉行了招商記者會 說明臺灣投資最新 發展方向及市場機會 那麼期間也見證 臺灣榮鋼集團 與美國熱記公司 簽署合作備忘錄 由經濟部次長王美花 所率領的2017年 經濟部美洲招商團 到北加州地區 進行招商以及參訪 並在矽谷舉行招商記者會 希望促使外商到臺灣投資 帶動臺灣產業升級與創新 王美花指出 此次主要就是促進 臺美之間的產業合作 而尋找合作夥伴 並不限定特定產業 臺灣已經有一些產業別 做的其實在全球是很突出的 包括半導體 包括IC設計 腳踏車等等 那我們要把這些全球很突出的產業鏈 做的很有產業群聚的效果 這個是臺灣一個跟其他國家會更容易做到 因為臺灣它的小相對也是它的優勢 那這個產業群聚產業的這個聯絡呢 相對比跟其他國家比起來會比較方便 那我覺得在臺灣合作分工 在臺灣有好的人才 在臺灣的制度 還有這個智慧安全的保護等等呢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也在記者會上簡報指出 臺灣人才教育程度高 對於制裁權的保護也完整 交通便利 產業聚落與園區密集 非常適合投資 駐舊金山辦事處副處長李銀鑫表示 蔡英文總統剛上任就強調創新創業 招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而辦事處也會做好溝通平台 一起來拚經濟 這次希望就由我們王市長來 然後跟各位這邊有直接的溝通 然後我們在跟大家做後續的一個聯繫 做好聯繫的工作 做好政策的執行推動工作 也希望為臺灣人的這個我們的招商 我們做好最好的後盾 防衛矽谷期間 王美花次長更促成及見證 我國金屬重要廠商龍鋼集團 與美國日記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雙方將鎖定3D列印金屬粉末 製造設備與材料 發展共同投資 暨策略夥伴聯盟關係 臺灣宏觀電視黃本初 美國盛河熙採訪報導